分能是一种清洁无公害的可再生能源 在福建零化县置屏设箱的崇山峻岭中 矗立着一座座高达80米的巨大风机 日前伴随着24号风机夜轮迎风黄黄撞动 福建省重点项目华电福建零化机工东 分电48兆瓦分电项目全面并网发电 设计的年发电量是1亿千瓦时 总投资4.2个亿 项目以2014年12月31号取得核准批文 2016年9月开始施工 2018年12月6日首台风机并网发电 2019年5月12号项目全面并网发电 时间倒回到2016年9月 机工东分电项目正式开工 摆在分电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道路的踏康与施工 咱们的风电设备的话是在宁化县城 令到机工东项目现场的 从县城到制平的话是58公里 从制平到咱们山上这是将近28公里 全长的话应该是86公里左右 制平设足箱的机工东海拔1389.9米 为宁化县最高峰 蜿蜒20几公里的旁山路 曲曲折折 悬崖侧立 林木交错 地势陡峭 土质 软硬不均 石块众多 给分电项目建设设备材料的运输 带来极大不便 咱们的叶片直径是115 塔高的话是80 然后是功率的话是2兆瓦 24台 全场一共是48兆瓦 咱们的主机轮毂运输的话 都是在一周之内能够完成的 主要是叶片的运输 因为叶片的话单长度是56.7米 叶片举升角度的话 原来极限是30度 我们最大的话打到了35度 可能5度在咱们看来比较小 但是增加5度的话 搬车的风险性是成倍增加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克服了 有三个这样的障碍点 就是调整自己的车辆 把极限调个大了 张旭辉告诉记者 整个分电厂项目建设工作 包括进场道路 深压站连接道路 分机场内道路 及基础施工工程 分机吊砖工程 极电线路工程的 因为咱们在厂内路 最大限度的保证生态 然后是征地比较少 修路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刚好我们能过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修路 因为有限高 咱们的林地 又不能砍入各多的树木 算是对生态做点贡献吧 记者了解到 激工东分电项目的顺利建成投产 实现了福建三名地区 分力发电零突破 每年将提供 1.1亿千瓦式清洁能源 年可节约标美3.59万吨 对改善三名地区 电源结构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